hello大家好 这是一个外网的一个评论 因为我的视频也在外网播出 所以这是一个评论 外网的 一开始我还不懂敲碗是啥意思 别怪我真的咱们对这方面不了解 大概敲碗的意思是说期待吧 算是算是种期待 我了解了一下 想让我做一期神态词的视频 我这也说先说明一下 不是我不做 首先的话 如果要做介绍视频的话 有些人喜欢一些平民的武装 就没有跟我说 有些人是没有神态词的 而且你们外网的海外版的三国杀 和国内版的三国杀 好像有些技能可能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不能以哪个为准 我也不太确定 所以说我会做的 但暂时的话 我还是优先 因为有我的一个计划 所以说希望大家能理解一下 这个外网的一个粉丝 然后还有一个粉丝 是在用QQ我留言了 留言说是一个 那个司马昭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也给他回答了 怎么说呢 用字来说的话 其实永远说不通 我司马昭也有教学 下次的话 有时间再给大家打一下吧 咱们言归正传 这把呢 其实就是一把仙术 一个孙鲁豫挺有意思的 但是和刘延刚才对话 你们有兴趣就看一看 两个人挺逗的 一个人说别窒息 我要动 你先看能活过主攻这回合不 说不定你俩都活不过这回合呢 对不对 你还给我别窒息 两个人开始商量起来了 现在至尊场好和谐 有点讽刺的感觉 嘴牌随便嘴了 无所谓 咱们这两个的话 第一我差两位留言 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说不定他可能是个忠臣 但是我有点看不下去 这个忠臣 看不下去 这也是瞎说了 这时候试一些国家 准备试一些国家 我既然有了AK 把他们所有人都打伤 打伤就可以了 但是突然我发现 有个神国家 神国家的话 如果我把所有人都打伤的话 神国家免费一回合觉醒 我很难受 这时候我就很难受了 这时候我有个武器 我在想 这个AK绝对不能给出去 因为我现在赢目标 已经出现了 就是说我要把所有人都打残 用无谢过一下牌 打残之后 留一个假许满血 因为我也打不到他 然后让神国家 不能百分之百的 那回合觉醒 担心那个区域打假许 假许乱雾掉血 他觉醒 但是这个AK绝对不能留 如果神国家 他是一球和觉醒 一个戒刀 或者一个剑一马顺手 可能我要出问题 所以这时候无谢要留一些 由一到两个 然后呢AK最后要顶掉 把他们除了 假许以外的人 全部打残 刚才郭家杀了半天 之后郭家他没给我排 咱们有拆顺的话 就去拆郭家 他跳了个反贼身份 他不给牌吗 正常来说 你要跳忠臣的话 应该给牌的 这就是一个主攻开局 走爆发的一个心态 开局为啥打孙鲁鱼呢 因为我上剑一马了 有人说这是什么理由 我怎么看不懂呢 因为我上剑一马了 下回孙鲁玉能止息我 如果我不上假一马的话 他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威胁 对吧 无所谓的一件事 但是我上了剑一马之后 必须要杀他 有人说他被杀 那万一他是忠臣怎么办 谁刚 我一选一个刘赞 他选个孙鲁玉 还是个 有一点点敬畏 有一点点敬畏的 然后 我相信他是个忠臣 我管他呢 他自己不会选将 责任不在我这 如果他是忠臣的话 所以说这里面 黄鲁松放一下 然后区域放一下 这里面还说 黄鲁松可能会添过 所以说AK也要顶掉 一定要注意 没必要再杀了 杀的安全就行了 留个无懈 防些奇怪的东西 不要就再杀了 因为国家即使是反 我也不相信 我也不是能一下添过了 这没办法 我都能想到添过 但是怎么说呢 很单纯 因为我的乐 好像就没怎么中过 远卫区域 有人可以有个意见问 远卫区域 不是大部分是忠臣吗 那不一定要是路人局 他们不会选将的太多了 黄鲁松跳反了 所以说对于我来说 远卫区域 不管是忠臣 还是反对我打伤 他对我来说都有好处 为什么 吃桃子跳忠了 为什么 有人说不太理解 为啥打伤他有好处 吸引嘲讽 对不对 能勾引他 别人打他 就那么简单 要不是他 要不是区域的话 远卫看起来像忠臣的话 他没有残血 黄鲁松肯定可以到打我身上 知道啊 这时候区域的话 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有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区域 很奇怪啊 我也不希望军八 你们加筋选区域 然后这个贾许 直接开局放大招 这很奇怪啊 这个连环跳反的 开局放大招 这很贴心啊 非常贴心 然后直接把黄鲁松 打了一滴血 然后呢区域也死 然后再自己离个雷沙 区域有拆桥 不去拆我的乐 嗯 是我这个乐后来的吗 看不懂啊 这区域 这就是 我也对他没什么抱有什么幻想的 毕竟他军八里面都选区域了 等于说军八选区域有什么的 重点我是流散主攻 你选个远卫 区域对我用处不是很大呀 你选个郭佳都比 你选不是选择郭佳 选个细致才都比他有用多了 你选个区域用处不大呀 不要觉得区域很有用啊 这是军八啊 一定要注意 这时候看见神干 你有两张无戏 很难受 很难受 刚才郭佳被打了之后又给了一套牌 开局给过我一张牌 一开始打死不给牌 开局给过一张 后来现在又给牌了 我只能再去救他了 完全看不懂这个郭佳在干什么 他到底是忠诚还是神经病了 一开始要不你就一直给我牌 要不你就奇奇怪怪的 这时候我怕我这个无邪都出不来 知道吧 然后这时候神国佳 结果救了一个跳反的黄埔松 那也就说明内奸跳反了 我们出事了 然后让我震惊的又来了 超开心 这里面没有一个正常的人啊 贾许开局了反贼他放万五 很奇怪 国家内奸你拿头和流散打 然后神国家是个忠诚 我明告诉你 就一个反贼 然后这时候很多打得很奇怪 包括孙鲁玉离我太远了 远位留缘选出来 区一的选间有问题 贾许的话 我以前说过 你忠诚的话开局上放万五 反贼的话后卫 留爆发留输出 找机会放万五 不是这么玩的呀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最后对神国家 为什么要救黄补松 完全理解不了 还一个忠诚 完全理解不了 这就现在直登场吧